杨阳在2024年春夏瓦伦蒂诺门秀上燃烧的旅程 米兰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火热的男子 那么在2024年的Valentino男装秀上 杨阳已经做到了 这位男子不仅穿着代表Valentino的红色经典款服装 还让粉丝们在与该品牌创意总监合影时心神不定 那一天米兰成为全球时尚的中心 因为Valentino决定在过去三年合并举办的一场秀之后 为男装和女装分别举办两场独立的时装秀 而这一次杨阳荣幸地坐在前排成为贵宾 在这里他不仅关注时装秀上出色的服装 还有机会与Valentino的创意总监Piolo Picchioli合影 后者是Valentino创意理念的幕后推手 然而与粉丝见面对杨阳来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 他花时间与粉丝们合影并签名 创造了难以忘怀的时刻 增进了他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 粉丝们对他爱慕被置 愿意为了与他心仪的男子合影而做任何事情 红色的Valentino服装也让杨阳显得与众不同 这位男子在2024年Valentino男装春夏系列中 展现出年轻和时尚的风格 那些浪漫花卉图案和柔软剪裁的背心 展示了男性时尚的新面貌 感觉就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 一位杰出的模特迷失在仙境中一样 杨阳不仅是一位英俊的模特 还是Valentino的行走品牌 在2024年的Valentino男装秀上 他的出色表现证明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祝贺杨阳和Valentino品牌 希望他们能在未来共同创造更多有趣的事情 明镜提供 なので 感谢观看